颗粒水溶肥巧克力 出口全球46国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青岛平渡的底大叔的这个果园里面 这个果的话 咱们这是解代多长时间了 快半个月了 这样上色的话 这就上得非常漂亮了 咱们今年的这个苹果的话是用了几遍 巧克力 咱们一棵树的话是照着几斤用的 一棵树就 十棵树就十斤了 一遍啊 还是这两次 一遍 用量还可以的话 因为咱们巧克力呢 它这个养分比较全 它里面呢 既有这个蛋林甲 又有这个促进这个增糖啊 蓬果的这些营养成分 巧克力里面呢 这个中微量元素 也非常全面 咱们这个果树需要的这个养分它就都有 今年是第一年用 第一年 对 咱们是7月份的时候 我们当时来过一次 套完袋 挣骨果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用了一遍了 是吧 那个时候我当时过来咱们就反应 这个苹果的这个长势的话就就算比较好的了 咱们巧克力呢 它是颗粒的水溶肥 用起来也方便 撒湿也行 挖坑血湿也行 养分呢 也非常全 用了巧克力以后 你像咱们这个大化肥 咱们这个中微量元素啊 这种这个桶装的这种氨基酸的就不用用了 这一个产品就都代替了 所以用起来还省工省时 这个效果还不错 效果好的话呢 咱们就明年这个 更放心的用了 咱们村里头这个一块这个种果树的也给我们推荐推荐 好不好 刚才走了这几个用咱们巧克力的都普遍的反应 今年 表光漂亮 个头匀 它均匀 而且用咱们巧克力的 我们里边特别添加了一个就是浓缩的糖蜜叶 它这个口感要好 比你要连着用两遍的 比平常的这个要高两个糖分没问题 这个官面很感性 对 很漂亮 咱们一会给巧克力点个赞 巧克力助力平庸 更产丰收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oly 类优优独播剧场——